那我們要告訴大家說 台北市的選舉民進黨似乎也碰到了一些問題 爭議難關 那當然有立委 民進黨的立委 在他的臉書PO文說黨中央要解決 這好像把問題丟給黨中央 說黨中央好像去接到了這個東西怪怪的 不過 大家都在想 那問題出在哪裡出在一個 不是黨員的柯文哲 偏偏民調 比台北市的這一些 候選人的民調還要高 可是呂秀仁說 台北市沒辦法派選 我呂秀仁來選我們條的 已經沒條 已經沒條是他們三個個人的問題 我們看呂秀仁怎麼講 每一個人敗選都有他的原因 不能這樣概括 容許我講最簡單 扁上次連任失敗是因為輕敵 需要我再敘述 謝院長參選失敗 後來是因為高捷案的餘云未消 蘇主席選舉失敗的原因 是因為大家認定他並不想真正當選 因為他是希望選總統 各有原因 大家都忽略這些因素 我們有9年的台南市市長許天才 我們有現任台北市的副議長 我們還有大家也知道很優秀的律師 本人是中華民國有史以來兩任的副總統 我們人才擺在這裡 為什麼老是覺得說我們不會贏 這是我認為我們本黨要深切反省的地方 所以換句話講台北市民進黨會輸 都不是輸在什麼結構 什麼沒有什麼結構的問題 都是輸在上個人的問題 因為他根本不想選要選總統 這呂秀仁講的不是我講的 然後呢 謝長廷 謝長廷是因為有高捷案 這是呂秀仁講的 然後再來呢 陳水扁 輕敵 換句話講都是他們三個人個人的因素 是這樣嗎 許醫師 我覺得呂秀仁要面對現實 這聯合報做的民調 你剛才拿桃園 高雄都來看 聯合報做的民調 聯盛文對呂秀仁56對20 許醫師 這是兩任副總統 這民調是假的 這是誘敵民調沒準 聯盛文對顧立雄19 57對19 唯一有拼命是 聯盛文對柯文哲38 41 這個是誘敵民調 許醫師 獨立候選人 就是把他們全列出來了 有聯盛文 有柯文哲 如果有獨立候選人不參加民進黨 呂秀仁是民進黨推薦 11% 我意思說民進黨會變成第三名 很多人講說一年以後我不覺得 我覺得一年以後 就算直接選舉的時候 大選的時候 如果真的是三 範律是分裂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真的是這個情況 不過我是覺得呂副總統他有信心 也應該要給機會啊 對不對 但是奇怪咧 竟然有 民進黨的立法員 像林淑芬 在他的臉書寫說 應該要挺 應該要支持柯文哲 所以到底怎麼一回事呢 來我們再聽一下 我們立法人 陳其邁怎麼講 來 用過去跟其他在野黨合作的一個模式 以共同民調共同推薦的一個方式 我覺得也不失為一個好方式啦 尤其現在台北市的選民對於政治的信賴度 對政黨的信賴度那麼低的一個情況之下 那怎麼樣讓這個台北市的市長能夠由在野聯盟不管是誰擔任市長 我覺得都是一個相對來講有勝算又是一個對民進黨來講比較好的一個選擇 所以我認為說共同民調共同推薦應該是一個 在很多的國家包括日本都已經行之有年的一個經驗可以 黨中央可以來好好的參考 其實我認為這樣的分歧對民進黨一點幫助都沒有 因為所有的黨提名我覺得蘇主席要趕快利用智慧趕快來處理 因為任何的分歧只是會讓黨內的團結產生不同的意見 那也認為說在台北市的一個整合當中會越來越困難 來這裡有個民進黨的青年黨員 廷衛 那妳的看法怎麼樣 當然第一我當然覺得說 其實有我們民進黨本身就有這麼多人才 這當然是值得開心的事情 雖然我們明明在台北市應該算比較艱困的選區 但是有人這麼有信心 當然也很好 可是如果站在年輕人的角度的話 我們當然希望說有好的人才 不管是我們黨或者是別的黨 他有絕對認同我們的黨 但是他又希望有吸收了中間選民的人才來的話 我當然希望說樂觀其成 對啊 我認為他 我很佩服他的勇氣 因為他在衝撞這個體制 那當然 只是說可能有呂副總統講這樣的話 是有一點點對蘇主席有一點點不公平的地方 因為 畢竟 他應該也是有認真在選 但是 結果 當然是不如意 但是如果說已經他把這個 已經他已經遇到了這個難題 因為柯文哲的難題 我相信他會有智慧來解決這件事情 當然我當然希望說有好的人才能夠代表我們 不管是我們這個黨 或者是說是在野聯盟 只要說台北市以後有更好的發展 我相信不管是中間選民 年輕選民 或者是民進黨的 任何一個黨員都會支持 是啊 所以 我想年輕人講出他的看法 他是青年黨員 消息一下 我們再回到現場 蘇貞昌上次選台北市真的不認真嗎 不會吧 怎麼可能 很認真啊 非常的認真 而且他都說 有一套計畫要把台北市帶到什麼方向 而且是非常認真的在選 這點我相信 在那個到那時候有輔選的人大家都知道 你說我嗎 對啊 很多人都有輔選 我現在參選每次議員的人 大家沒有那個感覺 是不是很認真 你選 就是想要得到嘛 要選就想要得到 怎麼有人選去沒得到呢 所以這對蘇貞昌不公平 我非常不公平 我覺得這整個過程 不要去談說會贏 會不會贏 而是說你怎麼看待這個選舉 我們會對呂副總統有一些批評的原因 不是在於說覺得他年紀大或怎樣 而是說看待台北市的選舉 民進黨要有新的思維啦 不能認為說我覺得會贏 一定會贏 我覺得這個東西 然後你推說前面三個人選都是不認真 或不專心或是大意 我覺得這都不公平 因為這個民調會講話嘛 許醫師 可是他 呂副總統沒有輸過 許醫師 那我想請問兩次總統大選 台北市有贏嗎 兩次總統大選 台北市的票有贏嗎 總統大選是贏了 可是台北市有 票 票